大家好 前面我们已经把握了第二单元 非基于法律行为的物权变动 那么接下来我们要进入到第三单元 把握基于法律行为 有权处分情境下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问题 那么这单元当中一共是两个考点 首先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 其次详细展开介绍不动产物权登记制度 好 先来看基本规则 基本规则这个地方首先是基本规定 一共是两个层面的内容 物权层面还有合同层面 先来看物权层面 谈到不动产物权的硕利变更转让和消灭 经依法登记发生效力 未经登记不发生效力 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 好 另有规定 待会我们有小总结 先放访 先把一般情况解决清楚 一般情况这里谈到什么 谈不动产物权的变动 任登记 在登记时点上发生变动 登记是不动产物权变动的生效要件 我们把它叫做登记生效 但是您立马对比一下合同的问题 合同这里谈到 当事人之间订立有关设立变更转让和消灭不动产物权的合同 除非法律有特殊规定 或者当事有特别约定 否则 合同成立时 这份合同就生效 半媒半物权登记 不影响合同效力的 对比一下 物权 不动产物权 通常登记是生效要件 没办登记之前 不发生变动 但是合同 相关的那份合同 成立时生效 当事两个巴掌拍一块 双方在书面合同文本上 亲自盖章 合同成立了 依法成立的合同同时生效了 不管你办没办物权登记 这份合同都是这么着生效的 物权登记与否 完全不影响合同效力 好 那么这两个层面的基本规定 一定要懂 这应该属于基本常识 其实 好 您比如说 假把自己所有的房子 卖给已 前面谈到 以后再谈到这个事情的时候 应该分两个层面的事情聊了吧 债权行为层面 物权行为层面 我们先说 债权行为层面 债权行为层面 就是聊假以之间的那份房屋买卖合同 那么这份房屋买卖合同 如果说房屋是属于特殊性质的房屋 法律专门做了规定了 你得办批准手续之后 合同才生效 那按照法律规定走呗 或者假以在合同当中 专门付生效条件 说咱俩这合同 一定是办完产权过户登记了 我们这合同才生效 那行 那你专门约定 按你的约定走 没有法律特殊规定 没有当事人之间的特殊约定的 这份房屋买卖合同 在假以两个人都在书面合同文本上 签字盖章的时候 比如说1月1号的时候 依法成立 在依法成立的时候 同时就生效 这个时间点上 假以且没有办理房屋的过户登记呢 但是这份合同 它已经就在1月1号 双方在合同文本上签字盖章的时候 依法成立 同时生效 但是你要讲那个误权行为 在本例当中 因为它是卖房 所以就是假对房子的所有权 是什么时候转移到乙那里去的 一定是办完过户登记的时候 才转移到乙那里去 那么双方是什么时候办过户登记的 有可能付了首期款 然后两期三期 把所有款项付清了 假财放放心心的 在6月2童节的时候 把房子过户到乙的名下去 那么以什么时候取得房屋的所有权道 必须是6月1号 房子在他名下的时候 他才取得了所有权 所以你看 我专门给大家把这个时间差拉开 那可不如说1月1号和1月5号的问题 这里头有可能差好几个月 有些情况下甚至是好几年 所以对不动产物权来讲 一般情况下 登记是物权的生效要件 但是登记并不是合同的生效要件 除非法律有特殊规定 当事有特殊约定 合同在依法成立时 同时就生效了 所以这个点 大家务必把握清楚 这是学物权法最基本的知识 以后是个常识问题 好 那这两个层面的基本规定 合同层面这个法律令有规定 当事令有约定外 我刚才解释过了啊 那么物权层面这个法律令 有规定在聊什么呢 不动产物权 登记生效是一般情况 确实存在不以登记为生效 要件的不动产物权 那么在我们考试范围内 主要是三种 第一种 土地承包经营权 农民从村里去承包一块土地 来进行耕种 他会取得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是 跟村里签订土地承包经营权 合同的时候就设立 那份土地承包经营权合同生效时 土地承包经营权就设立 不认登记吧 当然当事人愿意办理登记的 那么办完登记手续之后 可以对抗善意第三人 好 您现在听对抗善意第三人的事情 会觉得有点抽象啊 先听着就可以了 后面谈到动产物权的时候 我们会有举例 然后渐渐的 咱们接触案例多了 您就理解过来了 别着急 反正现在想要知道的是什么 对土地承包经营权来讲 合同生效时 他就取得了土地承包经营权了 登记最多是对抗效力而已 不是生效的效力 地权也是如此 在地域权合同生效时 地域权就设立了 那么当事人自愿去办理登记的 可以办理登记 因为登记毕竟还是可以有对抗善意第三人的效果嘛 登记不是生效要件 是对抗要件 好 还有土地经营权 来 一定要对比一下 括而一讲的是土地承包经营权 承包权是一个身份权 必须是村里人才能承包 但是经营权呢 它就是个财产权 财产权的话 它的流转性就相对比较高 所以咱们农村的土地 现在它是所有村归村民集体 然后村民可以获得一个土地承包经营权 这个土地承包经营权又拨成两块 承包权一定是在村集体内部才能流转 不能往外流转 但是这个经营权这个财产权的部分 它可以对外去流转 那我们第三条讲的是土地的经营权 也就是财产权的部分 它可以对外去流转 所以就可以抵押给银行去贷款了 但是拿土地经营权去设定抵押的 它是合同生效时就设立 登记只产生对抗效力 这个不动产的抵押权 它不是登记生效 它是登记对抗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义权 土地经营权抵押 我们都是登记只产生对抗效力 好 别问什么叫登记对抗 一会儿动产那里我会带大家来体会 反正第三种 它不是登记生效 它是登记对抗 它是属于那个另有规定 给大家概括在这里 好 往下走 不动产登记的物权推定效力 稍微知道一下 在不动产登记不上登记的人 那么我们推定他对房屋 所有权是真实的 我去房屋登记机关查询 说某小区101房 在王某某名下 那我就可以相信 王某某对101房 他是有所有权的 但是如果跳出来一个李某某 他能够提供确实的证据证明 这房子不是王某某的 是我李某某的 那人民法院也可以给他确认物权 支持李某某101房 所有权人的这样一个主张 所以我们登记并不是绝对化的 一般情况下 登在谁名下就是谁的 但是真实产权状态 如果确实跟登记不一样 那么真实产权人可以起诉 要求确认误权 知道一下就可以了 应该不会有主观题应用 基本规定那里是一定要考虑 应对主观题的 这个听懂就行 好 紧接着 在产权人手上的那本不动产权证 叫证书 刚刚我们聊的那个叫登记簿 对不对 登记簿是在不动产登记机关的 一种簿记 那么您说这两个哪个效率更高 肯定是那个不动产登记机关 登记簿那个效率更高 或者说它更准确对不对 所以证书和登记簿原本应该是一致的 但是真的出现了不一致的情况下 除非有特殊情况 有特殊证据来证明 否则就是登记簿更准 证书在外头流转 在产权人手上拿着 它很容易进行伪造变造的 但登记簿可是放在登记机关库里头的 那么它那个一般情况下是更准的 好 听懂能应对小题目就可以 紧接着不动产登记的公式效力 这个点 直接涉及分值可能没有太多 但是对于第一次接触物权法律制度同学来讲 这个点有一定的理解难度 但您得理解过去 后面整个物权变动部分 包括最后的这个上一曲的制度 您都会学得非常顺 好 我们看一下 它说是用登记生效的不动产物权 请问哪些不动产物权不是用登记生效 我们概括过的 土地承包经营权 地益权 还有土地经营权抵押对不对 剩下的都是登记生效 那么对于登记生效的不动产物权 那么登记既是权力变动要件 也是它享有权力的法律表征 既是变动的表征 也是享有的表征 那么第三人有理由对它表示信赖 好 那怎么理解呢 在这里专门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 一起来看 又是甲把房屋转让给乙 前面我们探讨的是物权什么时候取得 合同什么时候生效对不对 现在我们来看一下这个登记的问题 甲的房屋 那么这个房屋本来是不是登记在甲名下 所以在购买钱 来 我又特别想给大家做动画了 乙跟甲在戳商这个房屋买卖 好 在购买这个房屋之前 乙凭什么相信甲有权把房屋买给他 诶 看登记呀 对不对 首先甲手上有不动产权重 你要觉得证书还不太可靠的话 那么还可以去不动产登记机关查询一下 这个房屋的登记在不在甲名下 所以是不是依靠房屋登记在甲名下 从而相信甲是有权把这个房屋卖给他的 所以说这个登记就是甲享有房屋所有权的一种法律表征 并且进一步产生了公信力 已查登记了 已就可以相信甲对房屋 他是享有所有权的 踏踏实实买下了 那么买下来 合同是1月1号成立生效的 物权什么变动的 说6月1号办完过户登记 办完过户登记 登记到已名下的时刻 已就享有所有权了 所以等于这会儿的登记是不是 这个产权变动的一个要件 前面登在甲名下的时候 是表明甲静态的享有房屋的所有权 现在过了一下户 就在过户那个动态时点上 房屋的产权就变到已座里来了 已就取得房屋产权了 那已取得了房屋产权之后 6月1号之后 这个房屋是不是登记在已的名下了 那已凭借他对房屋的这种登记 进一步来向大家展示 我对这个房屋有所权 然后可能以未来要卖给饼 饼是凭借房屋在已名下 来相信已有权处分这个房屋的 所以登记是不动产物权的变动表征 进一步又是不动产物权的享有表征 也就是动态层面和前后静态层面的事情 好 那这个例子您自己好好评评 来 那我们谈不动产物权变动的基本规则 就是这么一些事情 其实就两个事 一物权层面 合同层面怎么去生效 二就是学会这种判断它是变动表征是什么 以及享有表征是什么 接下来 不动产物权通常是登记生效的 所以登记制度很重要 一起来看 咱们国家不动产 它是采用统一登记制度 由国务院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来负责统一征登记 这个地方不动产登记机关 您不用去死备它 您就知道和动产相比较 动产它是多个机关在负责登记的 但不动产不是 不动产就是国土资源主管部门来负责有关的登记工作 好 往下走 哪些不动产物权需要办理登记手续呢 这个地方客观体把握 集体土地的所有权 房屋建筑物构筑物的所有权 森林林木 我们讲它是地上定着物是不动产 它的所有权也是要办登记的 耕地林地草地的土地承包经营权 建设用地使用权 宅基地使用权 海域使用权 地益权 全都是用意物权对不对 要办登记 抵押权要办登记 当然指的是不动产抵押权 然后其他不动产权利 好 主要是一和三很容易被你忽略掉 那么这些都需要办理不动产登记 在统一的登记机关去完成 可是 这些不动产登记 对他们的效率是不一样的 有些是登记生效的 有些是登记对抗的 好 简单了解 能应对小题目就可以 来进一步看 不动产登记 又有首次登记 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 和注销登记之分 那我们先看首次和注销 首次是不动产权利的 第一次登记 如果没有第一次登记的话 除非有特殊规定 否则后续的什么变更啊 转移登记是没有办法办的 所以我们昨天讲过一个例子 谈到说房地产开发商 因为合法建造 取得了这个小区房屋的所有权 事实行为成就时就取得 紧接着这个房地产开发商 他要办大产权本 咱们老百姓说叫大产权本 实际上用文言文讲 就是不动产的首次登记 那么开发商的大产权本办下来了 他才能给我们购买房屋的这些消费者 一套一套的单元房 办成我们自己的这个产权证 那么其实给王某 给李某 给什么张某 办的这个这个 每个人某个单元的这个产权证 已经是一次转移登记手续了 从开发商名下 换到你王某李某张某名下了 已经是第二次不动产权力登记了 我说清楚了吗 可能对您来说 是您这一辈子头一套房屋 但是就房屋本身来说 那个首次登记是开发商完成的 从开发商名下到你名下 其实是一个转移登记的过程 好 这是首次登记 那我们再看一下注销登记 哎 拿着这个大通关的书导 你应该往下面看 在表格的最下面注销登记 我跳过去了 把简单的先讲掉 注销登记是不动产权力消灭的时候 需要办理的 那么偶尔可以考一个小题目 什么情形要办理注销登记 不动产没了 权力人放弃了不动产权力了 或者不动产被依法征收 而没收收回 或者人民法院仲裁机构的生效法律文书 导致不动产权力消灭 其他情况 反正是这个权力灭市的时候 办理注销登记 好说 首次和注销登记 我们就唠叨这么多 足够了 把重心放在 变更登记和转移登记上 来 我提一个问题 其实生活当中 我们并不用什么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这种文周周的词 我们用的是什么 房子过户 假把房子过户到已的名下 过户登记 我们经常这么说 那么生活当中说的这个过户 实际上是变更登记 还是转移登记 是转移登记 这个大家一定先把它摁清楚再说 你把对应关系给它找对 平常说的过户 文言文叫转移登记 来 为什么对应的是转移登记 我们来看一下 如果不动产变更登记的话 它谈的是不涉及不动产权力转移的问题 你比如说 我还是我 还是我这个人 生物特征没有改变 但是我改个名字 我原来叫假 现在想叫已了 或者我的身份证号码发生改变了 那么这时候办的是变更登记 人还是这个人 但是名字换了 这时候办的是变更登记 或者不动产的坐落 戒指 用途 面积等情况发生变化 或者不动产的期限 来源等状况发生变化 你看都不是权力主体的变化 是不动产本身的一些变化 权力主体不动 还有特别容易发生混淆到 同一权力人分割或者合并不动产 分割合并不动产 它很容易发生权力主体转变的 但如果权力人不变 在同一权力人下面来分割合并 办的是变更登记 不是转移登记 还有共有的性质发生变更 您比如说 假以是两口子 那本来他们是共同共有 后来离婚了 离婚了法院说 一个人占一半产权吧 那么一个人占一半产权 这叫什么 这叫暗份共有 房主还是假以没问题 原来产权证上是共同共有 现在要改为暗份共有 主体没有变化呀 办的是什么 办的是变更登记 至于其他的 我不给大家挨个念了 反正办变更登记的话 要求主体不动 主体还是那些主体 那个主体 其他情况发生变化了 办的是变更登记 但是如果聊转移登记的话 它是适用于不动产 全力在不同主体之间 发生转移的情况 主体变了 办的是转移登记 那你比如说 买卖互换赠予不动产 假把房子卖给已 或者假以之间房屋发生互换 或者假把房子送给已 这是不是产权在假以之间发生变动了 所以第一个 主体变化 您把它抓住 然后紧接着什么 不动产作价入股 我的不动产 作价入股投入公司 那么要过户到公司名下去的 A 主体发生了变化 对不对 还有不动产分割合并 刚刚聊 要是同一权力人下面分割合并的 办变更登记就可以 但是如果是权力发生转移 也就是主体发生变化了 那么办的是什么 是转移登记 再有 如果共有的情况下 它是共有人增加减少 或者是共有份额发生变化 那么要办的是转移登记 您比如说 咱们刚才假以离完婚了 各占50%对不对 当时性质变的时候 办的是变更登记 现在以 他又结婚了 来了一个比 共同共有 那50%的份额 这时候共有人增加了对不对 这时候权力主体多了一个饼 多了一个饼 要作为转移登记来对待 还有 本来假以 它是各50% 现在以 说缺钱了 我卖25%给假 可不可以 可以啊 但是你站在这个份额变化的 这25%来看 这25%是本来在以的名下 现在变成假的名下 总的来说 还是假以共有 没错 但是 那25% 变动的那25% 咱们是原来在以的名下 现在到谁的名下去 假的名下去 所以份额变化 是不是也会导致 主体的变化 从份额角度来讲 它也是从以变成假的角度 办的是转移登记 好 那么这个点 您一定要想懂 小话清楚 所以我们在这里 第一个 先摁清楚一个一魂的点 变更登记和转移登记 那个老百姓们说的过户登记 文言文叫转移登记 主体变了 办转移登记 主体没有任何变化的 才办变更登记 这是第一个一魂点 第二个一魂点 变更登记和我们马上要学的更正登记 您注意区别 什么是更正登记呢 说登记事项有错误 好 那这时候我们来进行改正 这叫更正登记 变更登记 它不是改正错误 它是有关情况发生变化了 更新的过程 能理解吗 更新的过程 而更正登记是有错误 我们的改正的过程 两者的性质完全不同 好 那区分好 那么 几个类型的登记学完之后 我们来看一下去年的这道单项选择题 根据规定 下列关于不动产登记的表述 哪个是正确的 A 不动产权力的期限发生变化 主体变了吗 没有 就是期限发生变化了 那变更登记就好了 B 法人合并导致不动产权力发生转移 诶 主体变了吗 主体变了 主体变办的是转移登记 C 共有性质发生变更 从共同共有变成岸分共有 那么应该办 变更登记 而不是更正登记 D 生效文书导致不动产权力发生转移 办什么 办转移登记 而不是更正登记 这种性质发生变化 这种不动产权力发生转移 它都不是错误啊 你办什么更正登记 所以我们这个题目选择的是A选项 好 再来 这个题目 贾和乙签订了500万的借款合同 以贾的房屋提供债权额500万的抵押担保 好 担保500万的债权额 并且办了登记手续 那抵押权就设立起来了 其后 借款合同的金额增加到800万 仍然用这个房屋提供担保 担保额相应的要增加到800万 为了使得新增的抵押生效 为了使得多出的那300万生效 那么以银行向不动产登记机关申请什么登记 首先不是改正错误 不是更正登记 其次不是什么 为了未来不动产物权的取得 不预告登记 那么是变更登记还是转移登记呢 主体改没改吗 没有啊 假的房屋 假是抵押人 已是抵押权人 主体是没有变化的 只是担保额度发生变化了 所以办的是变更登记 而不是转移登记 是小题目的考点 但是呢 因为我们能力等级提的比较高 它完全可以不是纯字面考察大家 是按例应用型来考察大家 好 那这样的话 我们这道题选择C选下 好 那首次登记 注销登记 变更登记 转移登记 紧接着来看更正登记和易登记的问题 我们前面已经给大家谈到了 更正登记是针对那些登记事项 非常有错误的情况来进行的 那么权力人可以申请公众 利害关系人也可以申请公众 在申请的问题上 权力人 利害关系人都可以 那么权力人是谁 利害关系人是谁 你比如说 101这套房屋 从登记机关登记部上看到的 王某的房屋 那王某就是什么 权力人 但是现在挑出来一个李某 说101房归我 不是王某的 是我的 刚刚我们聊过一个事情 不动产登记部展现的状况 通常就推定正确了 但是确有证据证明 登记的不对 那么提误权确认诉讼 人民法院 证据确凿情况下 也会支持李某确认误权 对不对 说回来 王某是权力人 李某是利害关系人 好 那对于这个101房屋 如果有些登记事项 觉得有错误的话 王某可以提更正登记申请 李某也可以提更正登记申请 权力人 利害关系人 都有权申请公众 但问题是给不给更正啊 一 要是王某自个儿说面同意更正的 给更正 如果李某申请 而王某不同意的 那么李某得有证据证明 确有错误才给更正 所以你看事情是不这样子的 房子在王某名下 你李某跳出来 说我要更正 申请是可以申请 但要么王某同意 要么你却有证据 否则我们不能瞎给更正啊 好 那您想一下 如果李某申请更正登记 而王某不同意 这时候李某是不是得去找 确切的证据来证明 这房子就是我的 那李某去找证据的期间 房子在王某名下 被王某卖掉了怎么办 诶 我得想办法 在101房的登记上展现一下这个房屋 王某和李某处于争议状态 所以这时候李某可以申请办一个亿议登记 李某申请更正 王某不同意 那么为了保障这个王某不趁机把房子卖掉 李某可以展现一下这个房屋处于争议状态 办亿议登记 但是这个亿议登记你别瞎办 因为你要瞎办的话 给人家王某照顾的损失得进行赔偿 另外 这个亿议登记有点类似于挂尸指付的意思 这个房子挂尸 然后就 大家看得出来它处于争议状态这种过程 但是它是短暂的效力 15天内一定要去起诉 15天内去起诉 还要不要处于争议状态 人民法院来发通知 15天内没起诉的登记生效 未来我们讲票据法律制度 谈挂尸指付 挂尸指付也是一个暂时性的措施 那会是12天内有效 12天内没有收到人民法院指付通知的 第13天开始就不再指付了 这个是15天内有效 等于是 好 更正登记 意义登记 可以考文字型的小题目 这是其一 其二 如果在主关题里涉及到 是我打括号 凯体字给大家注明的这个点 是最重要的 您去买房子 如果看到人家的房屋登记上面 有意义登记 说明这个房屋处于什么 争议状态 你还买吗 你买房 你一看人家那房屋正在争议状态 你还买 别买了 你属于非善意的第三人 知道房屋处于争议状态仍然够满 未来无法主张善意取得 这个点是主关题的时候反倒能够应用到的点 小题目的话几个基本规定 稍微记一记就可以解决 来看这道题 根据规定 下列关于公正登记与亿议登记的表述 正确的是 A 更正登记的申请人 可以是权利人 也可以是利害关系人 那没问题的 打勾处理 提起更正登记之前 要先亿议登记 不是的 那么亿议登记是15天内去起诉 而不是10天内去起诉 亿议登记不当 造成权利人损害到 要承担赔偿责任 要承担赔偿责任是对的 但问题是 谁承担赔偿责任 这个题特别贼 那有多少人在这挂掉 是那个不当亿议登记的那个申请人 所以李某瞎申请亿议登记 李某来承担赔偿责任 并不是登记机关承担赔偿责任 所以这样的话 咱们这个题目选择A选项 好 这是公众登记 意义登记 那么接下来 看预告登记 预告登记 重点在预字啊 所以它适用于什么情况 A 预购商品房 预购的商品房设定抵押 这个都好说 关键是 房屋所有权转让抵押 也有预告登记的问题 有些同学反应不过了 为什么呢 为什么现房 它转让抵押 也有预告登记的事情 因为 签合同的时点 和办正式登记的时点 往往是距离相对比较远的 中间可能还有一个 发放借款 支付购房款的过程 所以你看我们前面举例 1月1号签的房屋买卖合同 付完整个房款都到6月1号了 然后我们才去过户 那么1月1号签合同之后 因为房款还没有完全付清楚 人家不愿意把房子过户给你 但你可以扮演一个什么预告登记 为了确保未来能够真正把产权拿到手 预先宣告一下 我正在付款的过程中 你们别给我装 我6月1号之前就付清了 6月1号我们要去过户 就这么一个意思 所以预购商品房 以预购的商品房设定抵押 待预制很好判断 但实际上 现房所有权转让和抵押 只要不是立马办正式的转移登记的 那我们也可以先预告登记一下 预告登记的好处很多呀 因为这个房屋上面 如果有你的预告登记了 等于你提前宣告了产权 那么为今年的同意 原权利人在处分不动产 它是不发生物权效力 或者说 这个房子那里 有易登记也好 有预告登记也好 别人买房的时候 一查登记一看 呦 这房争议状态 这房已经被别人签合同买走了 那么这个后来的人 他的善意将不存在 主要是这个效果 好 往下走 预告登记一定情况下会失效 这个考虑应对小题目就可以了 谈到 如果债权消灭了 预告登记相依就失效了 如果能够进行不动产登记 日起90天内没有申请登记的 预告登记也是下 那么所谓债权消灭包括哪些情况 您可以自己简单看看 因为债权得到清场了 有关的买卖协议被认定无效 被撤销了 或者是预告登记的权利人放弃债权了 好 那么预告登记这里 咱们看一个小题目 甲公司进行房屋预售 3月1号把一套房屋预售给了乙 双方签了预售合同 办了预告登记 但是甲又和丙签了一个预售合同 然后把房屋预售给丙 实际上 这个丙在交易的过程中要是足够谨慎 他查了登记 他可以查到这房子甲已经卖给乙了 人家都办了预告登记了 所以那种什么一房二卖呀 如果在前的这个房组 他办了预告登记 实际上在后这个房组的善意 就是完全不存在的 因为你只要一查询 你就能知道前面已经被人买走了 所以这不就是一房二卖吗 甲先把房子卖给乙 又卖给丙吗 签了两份合同吗 好 那么交房时间介质 乙丙两个人都想要房子 那怎么办 前面因为乙办了预告登记了 所以乙的权利应该得到保障 应该把房屋给乙 过户到乙名下 乙可以切实的拿到房 至于丙的话 可以找甲去要求赔偿 甲你得承担违约责任 可是他找不着乙 这房子是确确定定的 乙手上拿到了 所以这样我们应该选择A选下 好 那不动产物权变动这个单元 我们就给大家谈到这里 首先呢 基本变动规则这里 物权层面 一般情况下登记生效 合同层面 登记不影响合同效力 您必须懂做应对主观题的准备 念叨出来对不对 登记的公信力的问题 能理解就行 没有必要去念叨 恐怕直接出题也不会 然后呢不动产登记制度这里 预告登记和意义登记 我们反复给大家强调 这个是主观题要涉及到的 涉及到什么 倒不是某一个具体条文 可能会引用到主观题里 就是未来在善意取得制度应用的时候 只要案情里头提到 说这个房屋有意义登记你还满 这个房屋有预告登记你还满 那么你就不是善意第三人 这个点是要会的 在主观题当中应用 至于其他的 变更登记 主体不转移 转移登记呢 就主体发生变化了 更正登记是改正错误的 办意登记15天内有效等等 这些细细碎碎的规定啊 应对客观题就可以 是这么一个过程 好 这是我们谈到的第三单元 关于基于法律行为 有权处分情境下 不动产物权变动的问题 请你继续